说谎也说的太有趣了吧 陈伯伟与警讯时 插获当天是玩 冰果星球电子游乐机台 开分再压分1000块元 就可以换得3000分 当日已经输掉了1000元 不是在玩快打旋风吗 怎么会有什么开分啊 3000分啊 快打旋风不就是什么 Horyuken啊 Danky 你知道Danky是谁的招式吗 一笔子Danky 好想知道是不是 CH说春丽 对啊老到最会玩春丽的 1 2 1 对啊那我们再下一个 Taisan Barajan Taisan Barajan是谁 What the f*** 哦红龙对 而且你知道吗 你能相信吗 我刚才才看郭真亮在讲 说10年前不是有兆陶 结果这件事跟10年前 赌博跟兆陶 差几天你知道吗 差8天而已 他代表他开那台车 26岁的陈伯伟 开一台车然后撞上一个老人 70岁头破血流 然后肇事逃逸 然后被人家抓到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因为经济比较不好 要打两份工啊 上班到早上6点啊 精神不济疲劳 价值才撞到老人家 然后撞到老人家 要赶快跑走了 撞完之后过了8天之后 被人家抓到 输了1000块 再打快打旋风 经济很不好 可以去一间装潢 2亿的电子游乐场 那边打快打旋风吗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真的是很幽默 说谎也说的太有趣了吧 陈伯伟与警讯时 查获当天是玩 冰果星球电子游乐机台 开分再押分 1000块元 就可以换得3000分 当日已经输掉了1000元 不是在玩快打旋风吗 怎么会有什么开分啊 3000分啊 快打旋风不就是什么 你知道当机是谁的招式吗 一比起当机 好想知道是不是 CH说春丽 对啊老到最会玩春丽的 对啊 那我们再下一个台山巴拉扎 台山巴拉扎是谁 哦红龙对 红龙跟肯都是台山巴拉扎 不是像铺啦 他的学长都出来说话了 你知道学长是谁吗 他的学长是王浩玉 王浩玉今天在脸书表示 其实判决书写得很清楚 陈伯伟确实就是去赌博 不知道还要扯快打旋风 有什么意义就不是嘛 直接说清楚就好了啊 说清楚大家觉得国民党真的很无聊 大家打电动又有什么事情 问题是陈伯伟就是说谎嘛 王浩玉你这个学长 一个学长还出来这样想学弟 你知道为什么要讲他是学长吗 被罢免以后都是会被罢免的啊 所以王浩玉就是比较提早毕业啦 提早毕业不是王浩玉就是你的学长嘛 以后要叫某位是学弟哦 所以王浩玉叫学弟的时候就说 学弟你玩那个赌博新店玩就没有错哦 他这是正当娱乐 但是学弟不要说谎 说谎的话会像学长这样子被人家罢免哦 你知道吗学长在这边等你 如果你没工作的话 可以跟学长一起去卖袜子 一起去卖内裤哦好不好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去那边打电动 那你有的时候会玩一个 摇杆六个按钮的快打旋风 他就像一个汤姆熊一样 我就没有在赌博 再说一次 没有在赌博总会输一千块啦 一千块玩快打旋风 可以从早上玩到隔天呢 他去汤姆熊玩 汤姆熊应该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会跑来跑去啊 还有投篮机啊 来 这个就是陈伯伟说的汤姆熊 会去的就是这间游异场 外观看起来像是皇宫 里面有五百多台的游戏机台跟电脑 哇 汤姆熊 原来汤姆熊长这样子 哇 汤姆熊原来是这样子 汤姆熊不都是快打旋风吗 所以这些都是快打旋风哦 高雄检警破获相当具有规模的赌博电玩案 哇 破获赌博电玩案呢 他完了那间被破获了 所以打快打旋风会被警察抓去哦 肇事逃逸 因为精神不佳 赌博说去打快打旋风 诶小弟小妹 我们来照样照去好不好 假如他明天被PTT爆料说 陈伯伟走入深色场所 你觉得陈伯伟会说什么 小弟小妹打上来 压力太大是不是 去传叫 哈哈哈哈 去传懒人的叫简称懒叫 哦去修吊杆啊 简称修杆 哦去关心选民 被关心选民 如果被警察抓到说 我去那边玩保险套好了啦 说我们去那边玩保险套啊 保险套那个谈来谈去好不好 要要拜大家一起拜 老大就先帮你想好 然后怕改天 你又被人家爆料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不好 会又乱讲一些有人没有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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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谢谢大家